目前,台湾居民来香港,可以选择使用由大陆签法,俗称台胞证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, 免签证逗留7日,一般是单次签注,有效期只有3个月。 另外,也有1年、3年、5年的多次签注。 如果没有台胞证,旅客也可以使用台湾护照申请港签,但要支付50元港元,可以逗留30日。 香港及台湾经济文化合作协讯会及策进会,在香港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。 港府在会上宣布好消息,会由下个月起,进一步放宽台湾居民入境香港的安排。 另外,在对等护卫原则之下,特区政府亦计划, 容许持护照入境的台湾居民,在网上预先免费办理入境的登记。 台湾方面就欢迎有关措施,并且希望双方能够加强经贸关系。 香港旅法局的数字显示,近年到香港旅游的台湾旅客人数又上升趋势, 去年全年就有多达216万多人次,比09年上升7%。 WOW TV 鸿佳麟报道。